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又出来出海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很大的太阳 而且天风冷了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生活如何 这个是海里面的一种生物 这是活的 大家看 这是臭明的 然后呢 也有红色的 大家看到没有 很漂亮 但是这个 不好吃 它有点像龙鳞鱼 但是它和龙鳞鱼有点不一样 龙鳞鱼呢是长的 它这个有一点圆圆的 它小的 我们不要它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迷雁的 它是整个肉球一样的 多漂亮 它这个是粉红色的 还有一种呢是黑色的 黑色的那种 也是和这个长的一样的 它也有半点的 大家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大家觉得像什么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这个滑鱼 今天的 今天的八爪鱼 哇 太紧的 它让不下来 看它 吸到手上 这个八爪鱼 它里面好吃 好 就能够 嗯 大家看 这个就是花蟹啊 这个和这个梭子蟹是同一种 这个海螺我留下来 要说送给大家哈 一条小石吧 这条石吧太小了 我们把它放了 这个是龙鱼 这个龙鱼也太小了哈 大家看 这个鱼漂亮 它是蹦蹦鱼啊 看到没有 像美人鱼一样哦 还记得鱼爸说的那个美人鱼吗 这个比美人鱼更加漂亮 它叫蹦蹦鱼啊 大家看这是什么鱼 那个是山崖啊 为什么叫它山崖呢 大家看它的牙齿 只有三颗牙齿 看到没有 它上面两颗牙齿 下面一颗牙齿 所以让它山崖 这个鱼 看到没 你看 今天有一个兰花蟹 大家看 这个兰花蟹呢 也是缩纸蟹 色的呢 就是蜂蟹 然后这个颜色呢 就是蜂蟹 大家看 看得到啊 好大 好肥啊 看到没有 大家看 那条鱼 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 红色的 叫红什么来的 哎呀 忘了 不说了哈 你看 它长得很特别 那个鱼是红色的 然后它的头呢 有点像婴儿的感觉 看到没有 这鱼很好吃了 这鱼很好吃了 看一下看 这个是鱼蜜的帮鱼了 好了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为大家喜欢小鱼的观众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小鱼 我们现在去山上面摘那个菠萝蜜 下午没什么事情 我们只吃了点菠萝蜜回来去 刚刚后面炒 喂 ��大 Noah 多久未经许了 اغ他有 Vegan 歌 有一个月了吧 快点了 给我มé 给我一个els 你怎么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Dry 说你来说 你是一个那个狗 sogar 有那么香吗 很酸 没熟还没到时间 要等那个皮黄 你那个皮还是绿的 我跟你说 别人说是农药的 二叔你是不是打过药的 你就告诉他你打过药了 酸吗 什么味道 酸味 鸡屎花到了 被鸡屎花到了 快点摔到那个鸡棚里面去 很多蚊子 要你穿长裤 穿长袖 也不会晒黑 你看我那么白 就是要穿长袖 穿那么白 好多梅花 好多梅花 这就是果园 可以捡一些 可以收 看到你捡那个手的 可以捡一个手的 可以捡一个手的 这个手吗 这个手 这个手了 这个手了 这个手 哇这个好大 我们就准备把这个摘回去啊 这个菠萝蜜呢 每年到这个季节就可以吃了 然后不是很熟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粘下来 把它放在那里 放两天 它就熟了 菠萝蜜它分为干包和丝包 你看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 这里的菠萝蜜就一两块钱一斤了 贵的时候也就三块钱一斤 我们把这个摘回去 哇 好重啊 应该有十几斤吧 这个菠萝蜜呢 是村里面它 阿叔它自己种的 所以我们今天想吃 我们就过来拿一个 他没有收钱 然后我到时候出海的话 有海鲜 我就拿一点海鲜 送过来给他吃就好了 书上给了这个菠萝蜜的钱吧 这个是阿叔它呆了以后 放在这里的 因为不是很熟 所以它就放在这里 让它熟一点 你看看到这个 菠萝蜜上的那种白色的浆的吗 用浆大家最好不要用手摸 因为它用手摸的话呢 沾到衣服上洗不掉 而且还有一点 那个手上会痒啊 好 我们回去了 这里到处都是菠萝蜜 来了放在这里 啊 软不就了 轻的 这菠萝蜜的河呢 我们等一下就煮了吃 这个盒很好吃 哇 黏到我嘴巴了 你知道为什么长长了 就是这样形成的 你的外衣被我剥下来了 哎呀 哇 快点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已经去皮了 你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吧 看这个菠萝蜜漂亮 已经熟了很臭了 像个花一样 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些肉 把它拔出来 然后这些虚呢 我们就不要了 把肉吃掉了 把那个盒拿出来 那个盒煮了是非常好吃 我很喜欢吃那个盒 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关注小鱼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